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地雷被拆掉了 至于民进党上回大选败选 选了灰头土脸一失五命 这回陈明通下台地雷被拆掉 但是其实新奈阁里头还有买有五颗的大地雷 怎么说呢 来看的是很多人都说 之前选的惨了这个头号战犯 卫服务部长薛瑞源 他没有走哦 他还在哦 好他留任哦 还有很多人就说 另外呢给他一个封号叫做什么 撒币主委啊 到处乱撒钱都没有花在刀口上的 农委会主委陈其中也留任 也没有走 位置也坐得好端端的 那当然还有很多人说 把NCC变成了绿CC的 完全都不公正也不客观也不中立的NCC主委 通传会主委 陈耀祥也留任 也没有走哦 还有呢这个来看 外界给他一个封号叫做断交部长 外交部长吴钊燮在他任内呢 断了一堆的国家 结果他位置也是坐得稳稳的 好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那当然也很多说了这个卖面线的啦 好这个民间的所有的这个美食APP都已经很很广泛在应用 结果你数位部长 数位部还在研发这些东西 人民根本不需要的 面线推广部部长啦 很多人 外界是反凤啦 就是说这变成数位部长 更变成面线推广部部长 唐凤也留任耶 哇这次内阁改组到底是改了谁 好这个很多外界觉得 不适格不适任的阁员内阁团队的成员 看起来都没有走 好都留任 我当然来看的是呢 新的啊 这是古拉斯回任了总统府的发言人 有网友就酸他了 不知道他这回酒醒了没啦 酒驾发言人选不上县长 关越大 反正呢在民进党里面呢 你没有选上选不好 没有关系 你关可以做越大也 好这个也有网友说 就是都是这些人啦 小圈圈那些人 吹来吹去大风吹而已啦 你换了我的位置 我换了你的位置 反正呢没选上大家的位置就换一换 都这一群人根本没变啦 好这个败选者联盟 完全没有回应民意的期待呀 另外呢来看是呢 这个李纯即将要接任 李纯是接任了外交部的建务的次长 那之前他有说吃萊豬就可以换 台湾加入CPTPP 但是真的假的 我们台湾有加入了CPTPP了吗 没有啊 好所以呢有这个媒体人就分析 真的是是财是索了啦 蔡政府最喜欢这种了 为了权威什么干话都敢说出来的 奴才呀 好现在呢这个罗志 就有人就分析 现在民进党这群掌权者 已经都已经背叛了原先的民进党了 那当然呢更多的焦点 好外交的一些 内阁改左焦点 等你关心 新内阁爱红不仅是抄袭内阁 更是萊豬内阁 护航萊豬的陈吉仲留任 就连当初帮民进党辩论 狂挺萊豬的中金院学者李纯 竟然被拔卓当外交部次长 陈吉仲当初把有毒来剂 比喻成保健食品 而李纯则是这么说 这一说果然平步轻云 转身就去当外交大官 但看看他的资历 明明只有法律专业 却转身当起外交大官 李纯当初还恐吓 禁萊豬有坏处 你不是说吃萊豬就会加入 我们也都吞了 只是想问李纯 一件事CPTPP加入了没有 罗炸锅狂酸 什么P都没看到 只看到你去当外交大官啦 果真是个为了权位 什么鬼话都敢说的奴才 蓝军朝凤 法律人靠挺萊豬 变身外交官 真是正谈奇才 你愿意指路为满 为出卖灵魂 愿意灭得良心 可以睁眼说瞎话 你就可以留任 或者你就可以入阁 老美开心 蔡英文高兴 就把你提拔 做外交部次长 外交部的那些职业外交官 外交部的从业人员 他会心服口服吗 你自己想 那不是打击士气吗 看看扫英爱政 顾立雄王美花学法律的 去管国安管经济 蔡政府的用人标准 为何如此神奇 经济部长 他也不用懂得经济学 外交的他也没有读过 国际关系 通通读法律 只要忠于民进党的话 什么官都能当 这是台湾可悲的地方 法律系的出路 实在是太广了 李纯本来也是法律系的 可以变成是外交部的次长 外交专业的人 真的是通通都要去跳海了 传出高层 有意让李纯负责台美经贸 网友想问 这次你靠停来猪生了关 下回还有什么美国的毒东西 你想帮忙塞进我们的嘴巴 记住黄明君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海洋委员会新任 主委管碧林 1月31号上演 不过有媒体呢 发现了这海委会的官网 主委管碧林专栏的 学历的栏位物质 变成了高雄市政府 新闻处处长 海委会对此表示说 已经更正 那除了这个管碧林的资料错误之外呢 海委会也指出对于 常务副主委吴美红的官网的资料 尚未新增个人资料的状况 吴美红在31号到职 媒体刊载当时 该会还没有上网 来登陆吴美红的个人资料 目前是已经完成了刊登 至于呢 这个政务副主委 洪文林资料 海委会说 将于洪文林正式冒到之后 将在她的个人资料 跟同日来刊登官网 好 看起来错误 好 出包 真的是蛮多的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温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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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